在機場正在等著上機 做完這個節目就上飛機了 就飛紐約那邊 今天有沒有好期呢? 今天4月1日 余人節你們有4月1日 我們有4月1日 不客氣 OK 不客氣 因為我看到有個講普通話機 他說在大陸每天都是余人節 什麼意思呢? 他說14億人每天都被共產黨 溪玩笑 就是說被共產黨玩 被他騙 被他在那裡說笑 所以就 不過呢 我最近的日子都在看美元 美債 美股的走勢 看起來美國的經濟就要打得破了 我昨晚去那些餐廳 跑得不得了 在洛杉磯那些餐廳 跑得不得了 那就是個個都實際 帶了一大把錢 要花一些錢 這就是很厲害的 大家一齊 整年啊 整年那些錢 現在被共產一齊洗 這樣就很厲害了 那些餐廳爆得不得了 要排隊了 我昨晚去頂太鳳 吃回一些小籠包 酸辣湯 吃回一些上海口味的東西 廣東菜都吃了 打算吃回一餐 吃回一餐上海不口味 你們知道頂太鳳那些東西 都不錯的 做得挺好的 他那個標準拿得很好 那個標準相當好 但是我今天主要想講 關於香港的事件 看樣子 美元回流是相當嚴重的 美債回流 就是說現在的債的價錢在下跌 就是它借給香港 大陸那些公司的債 價錢在下跌 為什麼呢 大家都拋 一拋 他又要換美金了 是嗎 他拋了之後 有時候叫用港幣 拋了之後 他拿回一些美金回去 美金又起了 變成這個美金回流是很大的事 最慘的是布林說 他就是香港那個所謂優惠 他覺得是應該結束的 我們都知道了 一邊拖著那個港幣和美金 還是扭著的 就沒有脫鉤的 你知道了 美國的政府有時候 它什麼時候執行呢 很難說的 就好像這次那個新疆棉花那樣 特朗普一月份就簽了 變成現在三月底 四月才開始正式執行 那這些可能是長期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美元和港幣脫鉤 如果美元和港幣脫鉤的話 加上這個美債回流 美金回流 美國經濟起飛 說今年可能要到6-7%的GDP增長 這樣的話 我們香港都可能很傷 我有個好朋友 就是我們抗爭的人士 就說想搬去加拿大住 想留在香港的房子 但是回來 我就勸他 我說你真的考慮考慮 香港的房子去銀行安了 因為香港利息都不是那麼貴 然後換成美金 就賣美國的或者外國的資產 什麼都好 就算你買桌子的股票 都不差的 那些賺的錢應該可以感到你的息的數 那如果什麼事 港幣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 那你那些錢在外面就是 就是相對港幣就升值了 你可以保值 起碼可以保值 就是不給香港拖淪你的資產 這個很明白的 大家都不想買了那些房子 第二天回來就沒有地方住了 住不起了 香港的東西 以前過去的幾十年 走了那些人什麼都回不了來 留太貴 這個不是錯的 但是問題就真的要考慮一下 還有我過幾天會公佈一下 美國這幾十年了 這五六十年了 都缺護士 缺得非常厲害 那所有醫院 起碼一間醫院都缺幾十個護士 我們在研究中 怎樣方便香港的護士 過來這裡 當然它每一個州有一個醫院的Hospital Board 我猜這件事 婆士就非常明白了 它每一個州有它的所謂醫療的 等於我們香港這樣 然後它就要看一看 審一審你現在在做的護士的資格 如果它覺得沒有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香港是吧 它就會讓你考一個試 那個考試可以網上考的 我猜考到這個試就可以很容易拿Visa 很多菲律賓的女人 就是有這個護士的資格就來美國 沒有這個資格就來香港打工 無法做費用 但是美國缺胡適這件事 所以我們可能會去調查 因為每個州有一點點不同 我們可能會找兩個州來試一試這件事 然後就放個MeWe上去 你們那裡談談談談 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挺值得的 因為香港實際大家可以走就走 現在美國和香港已經去到全面了 全面較量 拜登又說什麼 戰略、競爭 這些全部都是 這些人猜猜 這些人就是 不同特朗普 特朗普又說一句 他那個是精人軍事 這個拜登真的是猜猜 所以他說的事情不是很信得過的 不要當他全部都是真事 他懂得做的 尤其是四十幾年做了議員 在華盛頓都有四十幾年 不過老實說他都不是很大的權力 現在在美國那裡 雖然他是總統 但是外政、內政都不是很大的權力 大概就這樣情形 就是說老實說真的 這個有機會隨時會港幣 還有美元會脫鉤 你看到這個布林肯 一點都沒有放鬆 而一個追究那件事 武漢追究的話 就說未必追究 但是這些事情可能是 排前排口的問題 到了一定程度 現在全世界的壓力 都在那裡要求美國來 提令那個追究 追究那個武漢的損失 所以很難說的 因為他們適當的時間 他們來 現在不只是美國 是家人說的事 很多人 五眼聯盟 到時候這些事情 大家都是借在那裡 民情洶湧的 要追殺公共的 所以我覺得 一會兒小夏上來 我想跟他談一談 現在中共的外交問題 到很多問題 這一天都有事情發生 有些事情都是挺好的 不是很差 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這邊 要不要去 這個看中國的這個榮譽會員 你們應該參加 他們做任何正義的事情也好 也需要資金 你們一定要幫忙 他們這麼大的膽子 在中共這麼壓迫的情況之下 還不斷地出來採訪 我覺得這個是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們支持 看中國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